口睛KID铺云外千金奶金 法师徐文恩49天收邀 KID与徐文恩去年11月分手后 爆出女方跟KID2.0 吕瑞无缝搞暧昧 但其实呢 吕瑞爱的是她 然后派男方被控还没回单前 不仅偷吃滴奶直播主奶金 还被怀疑染指她另外一位流行闺蜜 哇 这么劲爆的六角关系 小命跟前世今生有关系哦 小孟老师诊断前世后发现 KID原本是尼波一座庙旁的猕猴 因为抢相克食物被打死 他死后向释迦牟尼佛公诉 接着被他收为徒弟 炼成猴金 猴金KID到后来有了透视能力 最爱偷看女生肉体 等于几乎成功 释迦牟尼佛得知猴金犯色戒 便将他打入峨眉山 要他重新修炼 没想到他没乖乖修炼 反而爱上原外大女儿奶金 还想跑进奶金墓里 对他嗯啊 导致他醒来后 总是腿软虚弱 原来看女儿变这样 赶紧找法师许文恩来驱邪 许文恩跟KID大战49天 终于把他逼退 没想到KID在侧猴金 改缠上原外二女儿流星闺蜜 许文恩发现后 布下天罗地网 将猴金收到自己的庙宇中 亲家两位女弟子 呂瑞跟呂瑞好友 布好猴金 许文恩与KID在庙宇中缠斗了十年 直到某一KID不小心放火 把自己的法师都烧死了 两人死后 释迦摩尼佛将KID打入房间 并派许文恩去毒化他 由于前世 徐文恩常被KID惹怒 所以今生和他笑脸才会头很大 而KID会对奶金有欲望 也是因前世曾狂扑奶金 热动新闻小编头都昏了